10月5日天气概况 受台风小犬暴风圈及东北风影响 台湾东北角及东半部 屏东地区 强风好雨 台风小犬在蓝宇阵风每秒95.2公尺 突破了126年来记录 风速是每5公尺加1级 而17级是每秒56到61公尺 那每秒95.2公尺会是几级呢 朋友们帮我算一下好吗 谢谢哟 从台湾中央气象署资讯天气图 与windy气象网站的电脑动画 综合显示 小犬台风上午 从台东南端向恒春半岛移动 8点20分登陆恒春半岛最末端 创下十分就离开的登陆记录 强阵风有14到17级及豪雨 济龙北海岸 桃园以南 东部沿海 澎湖 金门 马祖有9至12级强阵风 西半部地区也有较强阵风 南投县局部地区因盆地地形 上空水汽被台风环流吸走而形成焚风 气象署国庆测站 中午12时40分测到38.7度 今日降雨 台北市山区有局部大好雨 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地区 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好雨或大好雨 台北新北双市 宜兰县 高雄市山区 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几率 中部平地多云无雨 台中及南投山区亦局部大雨 随着14号台风小犬向西离开 晚间起 西半部降雨也会明显增加 各地山区甚防滩方 低洼地区也要甚防淹水 目前在菲律宾以东有两处扰动发展 真是一台未去又有两台 到底未来会如何呢 请继续锁定 竹签心看气象 气象看竹签心 所更新的每日天气概况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